雲林有一名中古車商投訴了 他說看準了車廂的輕型越野吉普車 Jimny在市場熱搜 他一看到有人要出售 他因此加價搶購 向這原廠的台南廠 夏信經理手中下訂了兩台 當時還付了十九萬兩千元定金 想半個月之後呢 這名經理人間蒸發 但是對此呢 車廠則說這是屬於私人行為 和公司無關 也讓車商相當傻眼 現在只能報警提告詐欺 買了兩台都是這個車 清新越野吉普車Jimny 二零一九年上市之後市場熱銷 一部原價不到八十萬的新車 在市場上近漢價近百萬 而雲林一名成信中古車商 看中車輛商機 沒想到卻億萬陷入騙局 這兩張合約是他說 客人要轉單的 客人想賺差價 他很不想整隻的車子 他願意叫我說 以九十二萬跟他購買 我覺得這個價格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的兩家都要買 但其實這兩台車早就已經賣掉了 後來求證所長才知道 這兩台車其實已經 各人客戶交完車 他拿了假合約出騙 陳信中古車商表示 在聯署社團看到有民眾要轉賣車了 之後就有自稱車廠台南廠的下信經理 來電聯繫 陳先生也加價到每台九十二萬 向他承接兩張知名的轉單訂單 跟一連付了十九萬兩千元定金 只是沒想到半個月之後 發現下信經理人間蒸發 竟然完全聯絡不上 跟我說這是業務個人的行為 我沒辦法接受你 今天在你原廠我可以簽合約 然後又是上班期間你穿著公司制服 拿公司的名片 他算詐欺我 他拿客人交車的東西詐欺我 我希望說原廠能看能不能說 來協商處理 完善處理這個方式 目前車廠低調沒有回應 但想買車卻招騙 讓陳新中古車商無法接受 只能報警提高詐欺 解放忠誠 雲林報導 我希望你們看到 好 好的 開玩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